华联领馆处光复评审游客中心 辟禁案几轻波折 终于在107年顺利发包斗工了 强调要辟建一栋自然的绿建筑 未来中心也会作为绿油服务咨询 还有展售平台 另外还会有多媒体展示区 餐饮及沐浴等空间 目前工程接近尾声了 华联领馆处长杨瑞芬 期望在520林务局创立 10周年庆的时候可以落成启用 等了两年多 华联领馆处在光复评审员区 辟建的游客中心建筑已建雏形 而何时完工落成 华联领馆处长杨瑞芬期待 能在评审员区设立 10周年庆时落成启用 将会在今年的5月完工 那希望可以赶在我们的10周年 也就是5月20日 这是希望 然后可以来对外营运 然后这时会提供更多的服务 给我们的游客 在1200公顷面积 并且一切以低密度开发为最高准则的平地森林 搭建一栋水泥建筑物体 华联领馆处是备受挑战 从104年规划之初 设计规划与请造作业 接着基金流标 以及主客观因素影响下 重新调整设计的过程中 欢联领馆处观观难过也观观过 终于在107年正式发泡动工 今年5月也即将完工 目前规划出来的是有一个空间 是提供给我们周边社区 一个文创 或者是在地农产品的 比较精致的展示平台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多媒体的展示空间 接下来大概就是会有一些沐浴的空间 跟简单餐饮的空间 欢联领馆处期盼能赶在520 平生10周年庆时正式完工对外开放 而至于中心内部空间利用与功能 处长杨瑞芬简略说明 包括了旅游服务咨询 展售平台 另外也会有多媒体展示区 餐饮与沐浴等等的规划 配合平生园区生态旅游产业 以及环境教育 提供更完善周全的服务 记得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